大家好,我是Paul 今天我和我的嘉宾Lulu 和我们一起主持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讲一下就是 在国外的留学生还有移民的二代 他们除了他们刚到一个新环境 要一定要适应的那些压力之外呢 父母在无意识中给他们带来的那些个 没有意识到的痛苦还有压力 这个压力就是希望孩子在国外的环境里面 长大以后还能够保持成为一个中国人 一个亚洲人 另外呢就是对孩子所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还用原来的这个中国的这种文化的标准 价值观来衡量 来看待是不是认可他的行为 还是不认可他的行为 有一个移民的二代 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 他专门写了一本书 对他过去的这种经历 做了详细的描写 他是从香港13岁移民到美国的 当然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很有名气的 一个喜剧的stand-up comedian 他呢叫Jimmy O. Young 就是在疯狂亚洲富豪里面 还出演过角色的 他在最近的一个 daily show的谈话节目里 原话是这样说的 being in a new country with a new language one of the hardest things besides making friends in school was dealing with the pressure from your parents' expectations of growing up Asian 这句话比较长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 对于留学生来说呢 这些个压力到一个新的学校 一个新的环境 已经是压力了 然后呢 新的语言 也是一种压力 还有就是要在学校里面 要交朋友 大家可能没有 家长们可能没有认识到啊 这个交朋友对孩子的压力 特别是对于青少年孩子这些的压力 因为他到一个 他生的那一个大集体里面 一个大环境里面 他他一定要有朋友 他一定要有一种归属感 所以但是他呢 又和本地的朋友 小朋友的文化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孩子们来说 交朋友是非常非常有挑战 给他们带来很大压力的一件事情 那除了这些压力呢 那就是家长给他们带来的压力 其实本来家长的初衷是 希望孩子到国外之后呢 尽快的适应环境啊 帮助孩子怎么提高英文呢 怎么适应环境 但是家长没有意识到的就是 也在自己在无形当中给他压力 就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保留 这个中国的这些个文化 亚洲的文化 希望他们在这个长大之后呢 还能成为一个就是 一个亚洲人 那种文化呀价值观呢 下面也是他的原话 他说 亚洲的父母亲呢 they value obedience and they value finding a real job 这个obedience 我一定要在这讲一下 就是他说 亚洲人的价值观里面啊 非常认可 听话 obedience 听话 乖的意思 听家长的话 这是一种 家长们都很喜欢的一种特征 但是呢 如果翻译成 这个英文呢 其实英文里呢 这个obedience 它不是一个积极的词 它的意思就是顺从 但是呢 顺从在这儿呢 是在他文化里面 是不被认可的 他说 在美国文化里呢 we value independence and we value pursuing your dreams 在美国文化里面呢 它是认可的是 你要有自己的独立性 就是你要自立自强 你要自己的思想 而不是说听别人的 还有呢 要追随你的梦想 要有自己的梦想 而不是说真正的 按照亚洲人的这种思想观念呢 要找到一个真正的工作 比如说 他说 亚洲父母亲认为 真正的工作就是 靠谱的 比如说 去做个工程师啊 去当律师也好啊 或者是医生啊 或者这些 就是靠谱的工作 他说 他的爸爸跟他说 你所谓的 追求你的梦想啊 那最后你就会变成个 流浪街头的 无家可归的这么一个人 最后没饭吃 我们在这儿啊 没有必要讨论说 到底哪个价值观是对 哪种想法是对的 你认为 哪个是你的观点 你就是对的 但是我们在这儿呢 谈的就是说 那么孩子呢 他面临着两种压力 因为 这个在学校和社会环境里面啊 他一定会受那个价值观影响的 但是在家里面呢 父母又给他另外的价值观的压力 所以 这就是孩子无形当中呢 在这种两种文化中啊 他有一些挣扎 但是 家长有时候看孩子就完全按这个 比如说当地的这个美国呀 或者这个西方文化走的话呢 他不符合家长的这个价值观 家长心里又很 很担心啊 因为家长是不认可这种的 家长不妨 既然已经到了国外 可以通过学习英文 可以通过学习当地的文化 来了解这个价值观 其实呢 你了解了之后呢 你可能就会慢慢认可其中的一部分 就是说至少和这个社会呢 之间的差距不会差的那么大了 就会看到他的价值观 有他存在的原因和理由 比如说你可能看到你身边的邻居啊 他们虽然不是说 世界上多么成功啊 或者是 住啊开 住什么好房子 开什么好车 但是你看到他可能 生活的安排的很 很有规律 然后他生活很平衡 就是又工作呢 然后休闲 然后看他周末非常开心啊 好朋友聚会 然后你可能慢慢也就觉得啊 可能不符合我们这个成功的标准 但是呢 你看他过得很快乐 这也是可取的一方面 当然 那有的家长很希望能够改变孩子的思想观念 这个我要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这么一个 人生自我提升的技巧啊 非常实用 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在徒劳的想改变别人 这个世界上你能唯一能改变的就是自己 任何想试图改变别人的最后都不会都不会成功的 都是在浪费你的精力 如果你真的希望别人能够改变的话 那也有你可以做的 那就是你通过压力去改变别人 那不是能够从里面改变他的 但是你如果能够通过你自己的行为来启发和激励他 这种可能会起到作用的 比如说你觉得你的孩子不爱运动啊 你说一天到晚就天天吃那些垃圾食品 但是如果你做父母的呢 你自己吃的很健康 然后呢 你每天有坚持运动的习惯 你就潜移默化的会影响自己的孩子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生活态度 所以如果家长希望孩子能够继承 这个比如说中国的传统美德呀 孝顺啊 这些个尊重长辈呀 那么你从自身做起 孩子看到了 就会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的 那么我也把这本书的链接放在下面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 想体验一下 这个在这儿留学生和第二代 他这个整个生长过程 他是怎么样经历的 你可以看一下那本书 更多的怎么做人生的自我提升 怎么学习英文的 欢迎到我的网站 westlifecc.com上面去 没有订阅的欢迎订阅 如果你觉得我的频道对你有价值 另外呢 也欢迎和你的朋友一起分享 给我点赞 咱们下次见